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的AI公司 现在我宣布 全球首颗车轨5纳米高性能自驾芯片神机9031 已经流片成功 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宣布 面向AI的整车痊愈操作系统 SkyOS天书 正式全量发布 随着汽车已经进入了AI时代 一辆智能电动汽车 实际上就是一个AI的智能体 它像人一样 能够具备完整的感知 思考和执行的能力 而操作系统 就是这个AI智能体的灵魂 这就是我们未来整车痊愈操作系统SkyOS天书 它满足了高带宽 低延时 大酸力与异构硬件 跨域融合 灵活持续进化 高可靠性 信心安全等核心要求 SkyOS天书 首个面向AI的整车痊愈操作系统 构建了1加4加N的技术局集群 覆盖了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车扣等整车痊愈的需求 面向AI 痊愈 全战自言 加上 未来首个车轨级5纳米智能驾驶芯片 未来真正做到了有心有魂 今天 我将为大家带来全新一代的扳眼智能系统 扳眼3 扳眼3是未来首个基于 由于AI底层能力打磨而成的智能系统 它可以充分发挥超前的硬件配置 所带来的算力基础 也将最新的AI算法与智能硬件 原生的智能框架和智能座舱应用 深度的融合 4D舒适领航和后排遵享模式 是扳眼3带来的更高品质的驾程体验 只有具备了AI底盘 端云一体架构 以及群体智能的智能系统才可以实现 扳眼3的智舱应用 能够更加个性而愉悦 面向大模型的人车交互范式 Nomi的多智能体框架 以及情感引擎 可以加速Nomi的进化成长 让它成为真正懂你的伙伴 扳眼3就是这样一个基于AI底层能力打磨而成的智能系统 我们将在下周开启用户领航团的招募 并且预计在8月底进行推送 想象通购 想象推演 轨迹规划 那我们介绍了所有的这些能力 未来世界模型的模型 在它的脑海里面 每0.1秒 它会去生成216种可能的这个轨迹 那这个是我们的模型实际上生成的一个长的视频 这个视频两分钟以上 那实际上是超过了现在 那绝大多数的这个视频生成的模型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未来世界模型 那它是一个多元自回归的生成模型 那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端到端的这个主动安全的模型 然后包括我们相应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 那处理机制和安全机制 那以上构成了我们这个算法的第二代的架构 基于新的架构 那我们新的这两个功能 那点到点的这个领航辅助功能 会下半年上车 那智能安全啊 这个辅助2.0的功能 那其中的这个端到的NAB已经在R6上车 今天呢 我们最新的Neofone就来了 更好看 更好用 更全劲 更智能的全新Neofone 不冷心不做主力机啊 Sky UI 也升级到了2.0 我们从这一代的Neofone开始呢 会逐步使用原生AI的系统和应用 来给用户带来更智能的体验 这就是 这就是 更具未来风格 零广告 零预装 全景互联的 AI旗舰 全新Neofone 配置与价格式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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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